司臣先生,花言到清凉了,那的确是发扬光大,如日冬天的,发扬到了几处了。 弦熟大师说,解释笔经义,解释回眸间。 他老人家说:"但以弥道望间生死,迷惑颠倒。 这个意思就是说,生死本空,远我自信。 如果要细说,那一部《楞严经》就是讲这段事情。 最初起了无名。 有无名迎三戏相,然后再从进戒相又献六出相。 这样造业受报,望来柳道。 就这么回事。 实实在在,是不生死当中,望见生死。 就好比一个人做梦一样。 心地清净根本就没有梦。 但是迷了,他就会做梦。 虽然做梦,梦又不是真的。 我们今天这个六道轮回说老实话,不是真的。 是你当真。 不是真的。 。 勇家禅师也说得很好。 梦里明明游流去,聚后空空无大切。 他也说得很好。 这个意思,跟微墨经上的意思都相同。 可是我们要想想,梦虽然是假的,不是真的。 如果一个人天天做梦,也很难受。 我们没有处理六道轮回,就是在做大梦。 佛菩萨看起来冤枉,什么事也没有。 在梦里面,把梦当作真的。 不晓得自己是在做梦。 这个梦越做越坏。 因缘果报,愈厌愈惨烈。 最惨的乡,无过于杀生。 佛在经上给我们说,人死为羊,羊死为人。 这是讲的,人呢,宰这个羊,要吃它了。 杀这个羊。 那个羊,杀了之后,过几天,他投胎,投胎了人。 这个吃羊肉的人,杀羊的人,死了之后又变成羊。 云云相报,每一晚没了。 每一次报,都超过分量。 于是这个仇恨,愈激愈深。 这个事情,实在讲佛给我们说破了。 如果我们自己细细看看这个历史。 自古以来,这些战争。 一次,第一次惨烈。 那我们近代的古时候,周围独立死,会明了。 近代,第一次世界大战。 跟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比。 二次比这个一次呢,要惨烈的多啊。 那么世界会不会有第三次大战呢? 给主说决定有。 三次世界大战,远远胜过第二次世界大战。 现在这些国家都知道, 三次大战真正爆发,没有赢家了。 同归于尽。 同归于尽。 为什么还会有这些事情呢? 众生的沙业太重。 叶暴,没有办法避免。 沙业太重。 佛教给我们,要想世界没有刀兵阶。 所以,他老人讲,除非众生不食肉。 如果全世界众生觉悟了,我们都不吃众生肉了。 再不杀害一切众生了,也许这个刀兵阶可以免除。 那我们看看,二次大战之后, 这个世界上众生杀生吃肉的, 远超过二次大战以前的那个社会。 超过太多了。 在这样的悟因之下, 怎么能够免得了悟果呢? 因果报应,这是真理。 没有办法改变的。 如果我们再回顾一下,不要多了。 二次大战之后,那个情形。 那时候的社会人心,跟今天比一比,完全变了。 民国四十年前后,人心还相当淳朴。 都还很老实,很忠厚。 现在人不一样了。 三十八九年,四十年间,我们要迷失路, 路上随便问一个人。 他不但很热心地告诉你,指你, 是他带你去啊。 他怕你迷失了。 现在,你迷失路,你问一个人,不理会啊。 外国也是一样。 过去,方东梅先生说, 五十年前的美国人非常可爱啊。 换一句话说,五十年后的美国人就不可爱了。 现在美国年轻人,问题非常非常的严重。 这个教育自由啊。 所以,年轻人普遍地堕落。 不可能说。 不可能说。 吸毒。 全世界百分之九十的毒品,是销售在美国。 美国是全世界,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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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品销售第一个大口。 百分之九十的毒品,都是美国人去受用,享受了。 你说还得了吗? 这个问题很严重。 对于这个世界上,现实这个环境明了的人,说是没有不忧虑的。 所以这种灾难,无法避免。 这就是,虽然是假的。 虽然不是真的。 可是你把它当真了嘛。 那么这个苦,你还是要受吧。 你不能说是假的,我就不受了。 你还得要受。 受起来,还非常的痛好。 这个就是,不生死中啊。 昏迷颠倒,妄见生死。 那么佛说,这是生死的此案。 如果你真正开悟了,生死本空,奔来涅槃了。 那么就生死案的,就是大涅槃的病啊。 彼此当中并没有戒心。 只是迷雾之病。 迷了叫生死啊。 悟了叫涅槃。 那么换一句话说。 娑婆跟极乐。 迷了叫娑婆。 娑婆是极苦的世界。 悟了就叫极乐。 这都是从古上讲啊。 如果从因上讲。 迷了就是烦恼。 无量无边的烦恼。 无量啊,就不叫烦恼,就叫菩提。 真的是一不少。 可是,几个人觉悟呢? 有能力觉悟。 好啊,没事吧。 没有能力觉悟的, 那还得要求生西方。 还得要讲极苦与极乐。 这个讲法不能说错。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误啊。 我们今天讲老实话说,破米开悟啊。 就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真正的开悟。 你要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想在这个世界开悟,不容易。 千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个人。 那个不简单。 纵然在这个地方真的开悟了。 你烦恼习气没有断经, 还得六道轮回。 绝对不是说,业务啊,一切物啊。 业务就究竟物啊。 没那么容易的事情啊。 这才真正有一点明白了。 要求的究竟圆满的大车大物啊。 原来还是法愿到西方世界去。 所以奥耶大使才说啊。 法愿往生呢。 这个心呢,就是无上菩提心。 我们想想他这个话有道理啊。 虽然这个讲法, 我们在一切经论里头, 一切古来祖师大的里头, 没这个说法。 这是第一个说出来的是奥耶大使。 可是仔细想想的不错。 越想越有道理。 他没有说错。 法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心, 这个心不但是无上菩提心, 是大车大物的心。 是真正的觉悟, 圆满的觉悟, 彻底的觉悟。 最罚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真真了不起的人啊。 你这个心也罚了, 社方祝福赞叹。 龙天善神都恭敬。 这个事实我们能够体会得到。 因此我们自己这一生当中深深得到这个利益。 无比殊的利益。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利益与一切众生共享。 这样才能报方恩。 才对得起阿弥陀佛。 对得起本师释迦摩尼佛。 才讲《回向记》里面所说的, 上报四重恩, 下记三土苦。 我们真正做到了。 而不是天天在喊口号。 天天在唱高调。 我们要真正把它做到。 尽心尽力地去做。 那么这底下文呢, 我们把它念下去。 尽心尽力地去做。 这个意思刚才讲过了。 我们看底下这一段。 敬畏。 点面鸡头的人。 也以泥的多望迹无浊, 明混救所谱, 无瓜者空。 本来清净的, 齐明疾乐。 各都长进, 众生缕隶。 一度готов挂。 是苦是乐不容易 那么这一段 这是解答 根据前面所提出这个问题 我们明了 过度实实在在讲 常见 世界原本是一针 一针法界 华音是一针法界 本经也是一针法界 弥医了以后才又是法界 弥医中是法界 那个佛法界还不是一针法界 不要以为 弥医了之后我们讲佛法界 大概就是一针法界 不是 所以天台四教里面讲藏教佛 通教佛 别教佛 这是佛法界 但是在原教的地位 也并不高 别教的佛 在原教也不过是二行为的菩萨 是住是想 是行为的第二行为的菩萨 可见他地位并不高 别教啊 那个藏教通教更不必说了 连出祝福上都比不上 法界本来是一针 我们本性本来是清静 六祖师的好吗 本来无一无 何处也尘埃着 本来清静 所以清静是真相 实相 原来清静 是现在不清静了 给主说 不清静是假的 清静是真的 是本来是清静 清静会变成不清静 那真如本性就有了问题了 那就真的有两个 佛常用比喻 好像我们真如本性 比作太阳 我们的迷情 染无比作云彩 云彩啊 遮了太阳了 染无了本性了 我们想想云彩有没有遮太阳 遮不到啊 云彩遮的什么呢 遮到我们眼睛啊 并没遮太阳啊 实际上情形就是如此 所以 论言 语言 就是讲得好啊 他讲米啊 本来是假的 本来空的 不是真的 物才是真的 马明菩萨在七经论里头 也说得非常明白 本觉本有 本觉就是物啊 就是本性的 就是一真法界 本有啊 不觉本物啊 不觉就是迷 迷本来无啊 好像我们一个人做梦一样 我们能做梦的心是本有啊 梦境是本无啊 但是这个梦境呢 它很短暂 梦境爱不爱 真心呢 不爱 你只要觉悟了 它本来就不想妨碍了 所谓是正王宝尔玛 形象一如啊 在华言上建立 是无碍发界 是无碍 理有无碍 理是无碍 是是无碍 发界没有障碍 所有一切障碍 都是你迷失了自信 迷失了一真 产生了无量无边的障碍 那么由此可知 似无碍发界 跟有障碍的发界 似无碍的发界 就是一真发界 有障碍的发界 就是实发界 从哪里生的 迷恶而生的 实发界 假的 一真发界 是真点 一发界 是真点 舍发界 是假的 所以叫一真 那么就是 这是众生 自己 迷惑 颠倒 到底怎么迷的呢 论言上 说得好 在论言经 第四卷 弗能纳尊者 请教 释迦牟尼佛 他请教 无明 怎么来的 为什么会有无明 无明 几十身的 那成佛 无明断了 断了几十 再会去无明 这问了好几个问题 那么 佛在 《论言经》上 在第四卷 都有解答 佛将无明的来源 知见立知 是无明本 你看佛 八个字 回答得清清楚楚 明明的 无明从哪来的 你自己以为知道 这就是无明 知见呢 是正知正见 佛知佛见 你在正知正见里 再立一个知见 这就错了 这就是无明 如果不在 在立一个知见 天下太平 什么思都没有 立一个什么样的知见呢 分别 执着 妄想 你所立的 决定 是这三样东西 你所立的知见 譬如说 我们这个谈家常常用这个方法 举起来 你们见到 你们看得清清楚楚 这是什么 这是知己 这是你立的知见 这是你立的知见 这就是无明 他本来没有名字 你给他加上一个名字 你叫他书签 那个人我叫他做纸片 每个人给他加上个名字 不一样 那你们两个就好打架了 就去增值了 这就是无明的根本 我们也能见 而能听 六根 借出六成境界 千心所所 明明白白 如果这个里面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没有妄想 这是佛知 佛经 法华经里面讲 入伏之间 这是你本有的知见 正知正见 才起一点分别执着 就是把这个知见 一转变 变成了无明分别妄想之主 这就变成生死轮回了 把一针法界 立刻变成死法界 论言里面 给我们说出这个道理 焦光大肆 主张真正修行人 实验十一日用根 用根就是 用六根的根性 我们眼尖 我们不要用 第六一世间 不要用第七十 不要用第八十 这个好吗 那用什么见 见信见 那么我刚才 跟诸位去这个例子 你现在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这是你见信见 你再想建立一个知见 那就变成你 第六十 第七十 你知识这是个书签 这是第六十 一定是个书签 不是别的 这是第七十 第六十的分别 第七十的执着 那第八十 就落印象 这个差别就在这里 如何能将我们 见色闻身 心里面 确确实实 没有分别执着 妄想 我们六根 接触六成境界 是六根根性 去作用 而不用八十 那你就是佛菩萨了 你就是真真觉悟的人了 那么这样的人呢 我们想一想 那变成什么都无知了 人家举出一个东西 问你这什么 不晓得 不晓得也是无明啊 你也起了分别执着 你说我知道 知道是邪晋 邪智邪晋 不知道 不知道是无明 这个问题大了 这个问题马上就出来了 我们问什么事情 问佛 佛也说吧 智慧有两种啊 一种叫根本智 实智 真实的智慧 真实的智慧 心里干干净净 的的确确 本来无有 第二个智慧呢 从第一个真智慧里面升起 叫厚德智 他受用之 不是自己受用 人家问你这个什么 这书签 不是我执着书签 你们大家执着 叫书签 我随你们的分别而分别 随你们的执着而执着 我自己确实没有分别执着 这个叫他受用之 所以佛为我们讲经说法 讲了四十九年 他说他一句话没说 真的不是假的 为什么呢 他所说的都是随层我们说的 就他自己来说 他一句话没说 说他一句话没说 是从他自己这一面来说的 从说法四十九年 是从对众生来说的 那么我们要学的呢 就学这一点 如何能在境界里面保持自己身心清净 一成不染 就是决定没有妄想执着分别 没有 对外面境界比什么都清楚 你这个镜子是亮的 没有染无底 不但眼前境界里清楚 过去你知道 未来你也知道 一切众生来请教你 你随机随远 你只是他决定不错 能令众生可悟 因为一遗迷糊 就是迷惑颠倒 望见无浊 民诸所乎 物无浊空 本来清净 即民即乐 过度尝尽 众生自民 蜜多物寡了 蜜的人太多了 觉悟的人太少了 风猫灵觉一样啊 所以是苦是落 不拥挤 实在讲 何必疯苦疯罗 迷惯到一切众生 要艳丽 苏婆 要新求极乐呢 实在是因为 这个世界众生 顿根的众生多 你的人太多 这才不得已 随身众生 来说明 两个世界的不相同 两个世界的苦乐 使他有所选择 能够厌苦 能够心落 帮助他入一顿法界 帮助他真正的 彻底的住 所以这是不得已的 一种方便法 佛度众生 如果没有方便 度不了众生 所以是大开方便之门 这个法门 是方便当中的方便 第一 方便门 无论什么人 如果以这个门 决定得多 决定酒 决定成福 那么这个方便法 功德力很大 非常有价值 不能说这个方法不好 对于已经觉悟的人 用不住 对于没有彻底觉悟的人 这个法门用得上 不但对我们凡夫用得上 你看在华言会上 对于那些大菩萨 四十一位法神大师 都用得上 为什么呢 他们虽然觉悟 没有特地觉悟 没有究竟圆满觉悟 还是要叫他 厌苦 醒悟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朕究竟圆满 我无上不提 连这个四十一位法神大师 尚且如此 何况我们今天 在六道 在凡夫地 这个问了 问得太高了 虽然问得高 要不圆满地 把他讲清楚 那总是一个疑问 疑问 对修行人就产生障碍 今天我们就念到这一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